关于黑洞和时间变卖的问题,一直是很多人所感兴趣的,直接回答问题吧,首先,可以看到地球,其次,是这的飞快。 根据广义相对论的描述,黑洞边界又被称为世界,即事业和时间的界限,事业的界限就是指在往里就看不了,因为光也无法从黑洞中逃逸,这个基本大家有高中的知识就可以理解。 时间的界限稍微难理解,由于黑洞边界的引力很大,会让时间变慢,直至静止,这个变慢,是这从远离黑洞的地方,比如地球上所看到的和所产生的感觉。 在黑洞边界的人,并不会感觉自己的时间变慢,也不会看到自己身边的物理过程和生理过程变慢,反而会看到远离黑洞的地方的时间变快了。 像是在外境一样运转,所以看到地球会飞快转动,这就是本问题的答案。 在科幻剧作星际传队中,克里斯托弗诺兰,为我们展现了有史以来最壮丽的黑洞景观。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,另外,点一下关注,下次不迷路。 苏格巴的奇妙物理,为您解答所有物理相关的问题。 回复受力分析小解,可获得受力分析方法小解和快速记忆口诀。 还有更多物理学习方法和资料,免费分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